日常生活当中 把我们的深重的习气转过来 改过来 美国布莱登所说的 弃我扬善 什么是我什么是善要清楚 该些归正 哪些是真哪些是邪 也要搞清楚 才能真正端正信念 端正的信念的人 是一个真正知道自爱的人 自爱没有不爱别人的 为什么呢 自踏是义 不是二 我们爱别人的心意 是圆满 就跟佛一样 佛对变发界需攻击 那一种慈悲是圆满的 问题 人愿不愿意接受 你愿意接受 你就充满了慈爱 跟佛一样 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 不是说佛的慈爱没有加持你 加持到了 不愿意接受 你没有感触到 所以这种慈爱 所以这种慈爱 佛佛的慈爱 对你不起作用 跟你起作用的 是你的烦恼 不愿意接受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佛的慈爱比烦恼力量不小的大多数倍 我们可以用上 这个怪自己 不能怪佛 大经上常说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平等 如果 我们的心跟佛结合 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的心跟众生结出 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不跟佛 结成一体呢 跟佛结成一体 跟众生也结成一体 这一体是 是排列顺序不一样 心是主 是自己的意念而主 我跟佛结合 我就能教化众生 我跟众生结合 我就远离佛法 这道理要搞清楚 我们才能得真实的利益 好 感谢观看